生命是一游戏,玩它 生命是太贵,不要破坏它 母亲Teresa 大家好,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92个案子 深夜,BAU的联络官JJ接到了一起特殊的求助 他犹豫着要不要接受 片刻后,他戴上了一条特殊的项链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受理这个案子 上周五的夜里,两名高中生分别在各自的卧室自杀 一名当场死亡 另一名在抢救几天后挠死亡 这原本是BAU不受理的自杀案件 可JJ发现之前的周五镇上还有另外两名同样自杀的少年 这四名死者均不是自杀高发的群体 他们不吸毒,不喝酒,也没有抑郁症,更没有犯罪前科 全都是非常普通的乖孩子 却在同一时间决定自不了断 到底是什么绝望的事会让这些孩子走上绝路呢 JJ认为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亚伦经过考虑之后 决定相信JJ的判断 将这起案件定为可疑死亡案件调查 考虑到这次的死者都是青少年 一个以网络为主要沟通方式的人群 他们的许多秘密都埋藏在电脑里 于是亚伦不得不让家下出堂外勤 飞机上大家照常开始受害人分析 四名学生在同一个县里居住 就读同一所学校 他们家庭完整,没有精神疾病 最近也没有遭遇什么突发事件的刺激 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 可以排除相约自杀的可能 青少年是比较外在化的人群 他们的自杀倾向很容易就会被察觉 通常不会毫无征兆 说到这里,JJ突然谈起一些自杀表征 几乎比分析师还要专业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 小组很快赶到案发地 怀恶明州游阴塔县 女志安官告诉他们 警方一直压着消息 不敢透露给媒体 唯恐会造成连锁效应 B.A.U.很认可她的做法 在一个群体中 渲染自杀思想常会引起模仿行为 被称为自杀传染 青少年尤其如此 紧接着小组前往两名受害者家调查 女孩品学兼优已经申请好了大学 她所有的日记都很正常 没有任何消极的语言 这让JJ更确信 她并非真正的自杀 但她不小心将这个想法 告诉了女孩的妈妈 她立刻情绪激动地追问起来 JJ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她不该把带有个人感情的判断 告诉家属 因为对他们来说 虚构的希望破灭 打击更加致命 男孩的寝室同样干干净净 她有个感情不错的女友 正准备加入橄榄球队 她的父亲拒绝相信她是自杀 加西亚检查了两名死者的电脑 意外的是 他们的使用记录异常干净 没有根目录和系统记录 注册表也空无一物 外表看起来就像一部逻辑 但加西亚不会被表面欺骗 不久之后 她破解了电脑中的木马 是她隐藏了磁盘目录 但并没有清除 而经过恢复发现 死者当晚上过一个游戏网 而这个游戏 正是引导孩子用窒息的方式 来让自己感受刺激 即便不吸毒 也能带来快感 许多高中生都曾尝试过 游戏页面上有一段极具诱惑力的语音 我们都试过了 你敢来吗 做的时候一定要关上门 这样的内容和语气 非常容易吸引孩子们 因此这并不是一起集体自杀事件 而是有人通过游戏 诱导孩子们杀死自己 而就是这样的网页 正在被数不清的孩子们观看 加西亚注册了网站之后 进一步发现 这里不但有许多用户 甚至还会组织一些竞赛 不同的高中之间会互相叫嚣 其激烈程度和球赛不相上下 每周五取得最长亢奋时间的学校胜出 荷尔蒙旺盛而好斗的年轻人 正是被这种范围左右 想要在这种危险的游戏中 裁便别人 他们还常常召集朋友们 练习越多快感越久 并用摄像头拍下过程 上传这网站 孩子们独自尝试这种致命游戏 昏迷时没人能来救他们 亚伦要求加西亚立刻关掉这个网站 加西亚却认为这样不太妥 虽然他能轻易地使网站瘫痪 但那样一来 管理者就会立刻关停 简单改写代码 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重操就业 而BAO也就失去了唯一的追查途径 亚伦听后认可了加西亚的说法 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先发布凶手的策写 这次的嫌犯应该是一名少年 他为人孤僻 不参加团队活动 性格内向 自信心薄弱 唯一与人互动的方式就是上网 做一些引人注意的事 父母及老师应该注意这样的孩子 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 颈部又伤痕 剧烈头痛 眼神迷茫 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个失败者 网络世界里 他用绳索让自己强大 他让自己窒息 并鼓励别的孩子也这么干 BAO将这些描述 公布给家长及学生 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不同的是 家长们听得很认真 而叛逆的孩子们却不以为然 他们大都把这当成笑话 甚至直接在网上讨论 瑞德是从哪个星球冒出来的 他就是想阻止我们赢得比赛 瑞德早已习惯被人当做外星人 这次他决定说些地球语 让这些无知少年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走到刚去世的男孩座位上 告诉大家 死者以前橄榄球打得很好 还经常和女朋友去舞会 他和你们中很多人都是朋友 那晚他也想要赢得这场比赛 但当他自艺的时候 脑部的供养被切断 大脑向心脏发出了求救信号 心脏开始跳动迟缓 接着大脑为了自我保护 停掉了身体大部分的功能 双手双脚无法动弹 他无法解开脖子上的升级 紧接着心脏停跳四分钟内 脑死亡 他在巨大的恐惧和痛苦中死去 他原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实则根本无法停止 而这一切都因为他参加了 这个烂到透顶的游戏 所以你们说的对 我不希望你们赢得比赛 因为我压根就不想你们参与 说到这里刚才那些不屑一顾的孩子 都闭上了嘴 只有一个哥特少年仍然不屑一顾 无论是打扮还是态度都太显眼了 但他显然不是为了出风头 而是不小心跟老师顶嘴了 因为当他眼神对上摩根的时候 立刻害怕地逃出了教室 坐在最后一排 默默无闻打扮另类的少年 浓重的眼妆盖住了红血丝 项圈盖住了一圈圈的勒痕 显然他是个资深的游戏玩家 少年名叫克里斯 他的父亲威尔在镇上的消防局工作 与治安官是老熟人了 瑞德告诉威尔 他的儿子在玩窒息游戏 威尔听后非常吃惊 他承认克里斯的确有些叛逆 自从几年前他的妻子去世 克里斯就一直是这身打扮 除了睡觉 他把时间都划在了电脑上 克里斯非常符合策写 简单的医疗检查后 摩根将他带回了警局 根据克里斯的经历 母亲去世后 他连续办了三次家 不停地换学校让他无法融入集体 难以适应 逐渐变得孤僻 但加西亚很快发现 克里斯虽然性格古怪 但却精通电脑 他隐藏了一些信息在电脑里 并加装了超长密码 和坚固的防火墙 加西亚对他发动的数字攻击都无效 除非他能弄清楚 这个系统是如何设置的 时间已经到了周五 网站比赛即将开始 又会有孩子因此而丧命 亚伦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安排加西亚直接和克里斯谈谈 加西亚从没干过这种活 担心自己会搞砸 但亚伦告诉他 只要和平时一样聊天就行 没想到这个决定有意外的效果 同样爱好电脑 喜欢哥特风 又童年丧母的两个人 虽然年龄不同 但却因共同的经历 而制造了一种亲切感 加西亚非常明白 失去亲人的那种孤独 为了排遣 就把一切的精力都用在了虚拟世界 但他也知道 总会有个契机 能让一切都好起来的 他称赞克里斯的系统非常酷 是他还没有接触过的新潮技术 克里斯完全不觉得这是故意恭维 因为加西亚的样子太真实了 这是分析师完全达不到的沟通效果 可正当加西亚有了进展的时候 威尔却突然叫停了审讯 按照规定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监护人可以拒绝孩子接受审讯 BAU也无可奈何 威尔告诉克里斯 这些人不过是来讨话的 根本不是要和他交朋友 但克里斯还是喜欢刚才的聊天 走之前他告诉加西亚自己真的很怀念母亲 然后他握了一下加西亚的手 故意留下了一样东西 虽然克里斯离开 但BAU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 他们很快注意到 克里斯的母亲死因很可疑 他被送去急诊很多次 每次都病得很严重 但住了几天院又好转了 并且这种情况一直重复的发生 另一边的网站不停的有视频上传 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加入了游戏 加西亚继续解锁管理员密码 突然想起克里斯走之前说的那句话 于是他用克里斯母亲的名字试了试 果然成功登陆 克里斯故意留下了密码 加西亚有种强烈的感觉 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他并不是凶手 这时医院传来克里斯的报告 证实他身上的遇伤来源于长期捆绑 胸部有用过心脏起泊器的痕迹 但医院并没有他的急救记录 瑞德又发现管理员上传的一些文章 从用于习惯来看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人 一个是少年 一个则是成人 综合以上线索 BAO断定 克里斯的父亲威尔才是事件的元凶 他是一名孟乔森综合症患者 孟乔森综合症是一种兵因不明的精神疾病 患者制造或伪装自己或他人的疾病 来应得同情 或制造机会来照顾对方 通常是父母对子女一种复杂且致命的虐待方式 严重者甚至会给孩子投毒 喂药来让孩子陷入危险 对抢救手术感到兴奋甚至乐此不疲 而在本案里威尔也是如此 他曾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而妻子过世后 克里斯成了下一个受害者 威尔利用自己消防局及救援的身份 长期虐待克里斯 让他陷入窒息 再一次次被救回 渐渐的 他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 开始利用这种游戏 让许多孩子都陷入危险 再亲手将他们抬上救护车 之所以选择周五发布游戏比赛 因为那天正好是威尔的执行时间 现在他一定会想办法销毁所有证据 唯一对他有威胁的证人 只剩下当事人 克里斯了 FBI立刻找到威尔的家 但他离开警局后并没有回家 大量的光盘和电脑都在那里 不知道他会将克里斯带去哪里 瑞德想起克里斯之前的表情 当说到真相的时候 他笑得有些讽刺 似乎觉得真相并不重要 而他在看到威尔走进来时 是一种解脱的表情 过去这个孩子为了活下去 本能的听从和包庇父亲 但他这次并不一样 他很坦然的跟着父亲离开 并给加西亚留下一个海盗耳环 作为纪念 瑞德瞬间明白 克里斯是想自杀 因为这种生活没完没了 他想用死亡来做最后的反抗 这次窒息之后 他不会再醒过来 BAO推测 他们会去克里斯母亲的墓地 因为那是个让他慰藉的地方 届时他们会拍摄士兵上船 而加西亚通过服务器发送干扰信号 希望能够借此拖延一下时间 但威尔已经彻底疯了 尽管不能上传视频 他仍要对克里斯动手 不过这次FBI及时赶了过来 从他手里救下了几乎昏迷的克里斯 被带走之前 威尔的神态闭泥一切 他早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 不记得自己的儿子了 案件结束后 女志愿官对JJ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他没想到FBI会来接手 这样一个小镇的自杀案件 但JJ并不觉得庆幸 只是结局没有更坏罢了 他拜托这案关将真相告诉死者的家人 让他们得到答案 虽然他能够给家属一个答案 但他自己却没有 11岁时的一天 他的姐姐送了他自己最喜欢的一条项链 对他说了很多句 我爱你 之后姐姐就自杀了 后来他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 失去心爱之人 真的非常痛心 但多年以后 他逐渐恢复了 就像现在他又戴起了这条项链 他告诉亚伦 总有一天 我们想起时会不那么痛苦 一切都会释然的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五季的第十三集 解锁更多精彩单元案件 请继续关注本系里的剧集解说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